下面這一題是客委的問題 第一題非常的蠢 第一題非常的蠢 中秋期的月向是什麼 第二題沒有那麼蠢 他說你什麼時候會在頭頂附近 就是問時間 月向是這個 中秋期的月向 方位是要在頭頂 然後問你時間 問你時間 知道方位 知道月向問時間 第二題就沒那麼蠢 第一題很蠢的問題 中秋期的月向是什麼 這個夠蠢了吧 問這個應該是要送分用的吧 問這個應該是要送分用的 來 No.4 送分 四號 四號 滿月 滿月 請坐 中秋期是滿月你不知道 太好玩了吧 中秋節 中秋節 農曆 四月十五 月向接近滿月 我會寫接近的原因是因為十五不見得是旺 你會看到中秋節到的時候有人告訴你說啊 今年中秋節月亮最遠的時候不是十五是十六或什麼時候 不是啊 是旺沒有落在十五 不過我們習慣上說十五是旺 十五是旺 所以我說接近 旺月滿月 婚熱月十五 所以滿月 下一題就沒那麼蠢了 滿月 月下滿月 方位頭頂 方位頭頂 問時間 時間 什麼時間 什麼時間在頭頂 如果你剛才有用背的 你剛才有用背的 這你也可以寫得出來 不用畫 用背的也寫得出來 OK 來 多少呢 何時在頭頂附近呢 大帥哥 要找大帥哥 大帥哥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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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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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講 你有講話嗎 紫月 紫月喔 你想紫月喔 你說 你說紫月十分 老師說第一步 畫地球畫太陽 老師說第二步 放地球會轉 好 基本動作做完 題目要求 月項叫做滿月 位置叫做頭頂 對不對 好來 滿月上下左右哪邊越要求滿月 上下左右哪邊越要求滿月 好 右邊 很好 右邊 卡中間叫做塑 放旁邊叫做旺 放旁邊 頭頂 老師說怎樣畫 是表示在頭頂附近 我們前面教畫在哪裡 表示在頭頂附近 前面嘛 這個前面嘛 所以人在哪邊 人在這裡 月亮畫在前面 可以表示頭頂附近嘛 那人落在這裡是什麼時候啊 人落在這裡什麼時候 晚上的中間嘛 晚上的那邊什麼時候 紫月 紫月 所以紫月 所以中秋節月亮在紫月附近 你剛才用背的 黃昏升級 清晨落下 所以紫月在頭頂 黃昏起在頭頂 你用背的也可以 你用背的也可以 也會知道 不畫圖用背的 這答案也會解決 這就是 我們的練習禮儀 課本上問的 簡單小問題 OK